栗子哥哥 那两个星星好像被银河隔开了 那颗是切牛星 那颗是织女星 外婆说 牛郎织女星爱 但是被分开了 每年的今天 喜学会搭成一座墙 牛郎和织女会走过这座墙 来相会 他们相会的日子就是稽息 他们好可怜哦 相爱却要被分开 我们肯定不会被分开 就算没分开 我也一定会找到你 找不到怎么办 不会找不到 栗子哥哥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送给你的七星礼物 如果我以后会成立了 每年七星 我会带着它回来找你 嗯 小小爷不好了 你已经成熟了 赶快跟我们走 那母亲怎么了 再谈哥 这连女星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 快快快 快快快快 来吃 你一直干吗 一只 一只 我一个吧 我看 这下我已经 我已经知道 回来找你了 你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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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妈妈去世 我迫不得已离开 我后来再来找你 发现你已经离开了老家 但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 整整找了十五年 小小 你在哪儿 少爷 你要找的人找到了 找到了 在哪儿 少爷 你要找的人 就在七里五号楼 太好了 我终于能履行承诺 在七夕当天带着她跟你相见 是一个男子 现在把衣服留下 好 妈呢 少爷 老爷可交代了 您今天必须跟沈小姐婚礼去办案 是的 我不愿意 所以特意 那个沈小姐可是一个温柔知性的女人 东西少爷和少夫人 喜结伦理 恭喜 恭喜 恭喜啊 我满清期待跟孙子 竟然敢骗我 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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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少爷 把衣服 雷 读 睡得太短子iri 不能这么跑了 快追追 遲 例子哥哥 每年七夕我都在等你回了 可是现在 我已经不能再等 爹爹去世了 爸爸的公司也铌治 倒兵 我只有商业联姻来拯救 你是谁 来人啊 来人啊 救命啊 幼儿手 我 我 我请我 那 灯徒子 我不是回答 我是被家里的心 Protagon 骗过来 不得已的藏在这了 算了 不好意思啊 這是什麼事 小路啊 匀深的小子逃婚了 但是你放心啊 不论他认不认 你就是我立家的好儿媳 没关系的吧 我能理解 我也没有做好 因为是年轻人的做 状态良好情况稳 还会喊叫 快去通知病人家属 手术战术成功 跑证据 原来是搞完争生病变啊 幸亏实习师及时发现 其实安排了手术 我老公这条病才得以保住 谢谢实习生了 叫什么叫 走 回来吧 回来吧 怎么了 小路啊 你不关门了 记得回来吃饭了 好的吧 宋言 几年不见玩起制服又是 嗯 让我看 去最近的身体 是我妹妹的温孤苏 对我放尊重 哈哈哈哈 尊重 跟公鸡拜堂的南科医生 早就给沈家的脸丢光了 你有什么资格给我谈尊重吗 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沈家 哎呦 是是是 你太伟大了 受了三年的婆婆 肯定寂寞得很 不如 晚上去我家 不要脸 被丈夫老婆的女人 火气就知道 老子就在这办 哎呀 原生 这才刚回 刚把自己整成这样 还不是为了跟那个新新女离婚 是啊 人家女孩哭到你三年 一花到你给人家一点面子 那个新新女 是为了钱 她嫁进力奖的 不过看一眼 我都能得心 对啊 回忆之后你帮我说 你说我 半生不罪 下半生还还 这我残了 新新女 肯定是 让她 是为了 知道 受不了你 哥 在这去办呢 放开我 是她 三年前帮我躲开结婚的那个女孩 然来她是个医生 放开我 再动这些现实 再敢动这些现实 放开我 我开始醒着了 哇 我不知道 但是警察会知道 脱头 啊 啊 谢谢 谢谢 你的胳膊流了好多血 没想到 我们能在这里空间 好了 近期别碰水 待会打个破砂风 就可以走了 您再给我多几层 那什么石膏加板 都给我使 还有那个 给我狠还埋上几下 先生 我们这是正规机构 您如果需要用石膏 那要开具病例 显明伤情来用 还有 你说的这个东西 会把你给垫死的 那我不要 那您帮我写一个 重大病情的 说 就说我 说我 喂 这些附加子弟的爱好 可真奇怪 好 那请您描述一下 伤情缘由 好 您就写 出轨被抓 被女方老公 还有亲友认她 差不多行了 你爸很喜欢那个女的 你这样搞 名声臭了不错 人家还背上一个 婚内老公出轨的名声 比如还怎么见人了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他要识相的话 就赶紧主动离婚 至于什么名誉损失 精神损失 一个云 广告败够 这人倒是比我老公属快不胜 是啊 听说这女孩从小养在乡下 是个野鸭子 这一个亿啊 不管是她还是她家人 都够了 养在乡下 这么巧 不胜利 请问您的名字是 我叫 说 哎 听了 阿树 果然是误会一场 她怎么可能是我的老公 喂老头 阿树 也叫阿叔了 那都是小明的 还叫呢 我都这么大了 好好好 你怎么还没回家 我受伤了 在医院包扎呢 你这个臭小子 我都提前跟你老婆说了 让他也回家吃饭 你快给我回来 快快 坐上来 快点啊 走了 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走了哎医生 你这个包他球把他 关不闲手 我主治难科 要不下次你来 给他罚组 啊 啊 我 我 我 你都去 沈陆明 主任醫師 這個年紀能到主任醫師的級別 是個人才啊 翰翁 清醒點 再這麼笑下去 就要追過愛活咯 別胡說 我是有心向人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嗎 吵了這麼多年都沒有什麼的 說不定人家呀 二個菜都有了 當務之主 是趕你回去中文家老子攤牌 打婚禮了 走吧 小路 又親自下廚了 爸 你血糖高 交給別人做 我可不放心 這 怎麼樣 我現在的招工啊 又進步了 已經可以做到了 無痛切割了 好 好好好 真是我的好兒戲啊 哈哈 來我們家雲生呢 就對你來治 待會兒他回來 你好好給他一個下馬尾 他他要回來 好 嗯 好 一會兒就準備準備 一會兒你就說那個選擇龍天下去 狠狠的激進這個小子啊 快坐 好的 老頭 喲 小隊 如你所見 你兒子我呀 這雙腿擦擦 這下面 廢啊 你拉倒吧 啊 我玩這套的時候啊 你還在你娘肚子裡面呢 快點起來 別以為裝個殘廢就能夠轟弄過我 我告訴你啊 麗霞的祖婿不愛發怡 天打雷瓶 你這麼爽心 那你許他呀 哎 我不建議喊他一聲厚媽 你這小子 哎 我也知道你這幾年的驚喜啊 不過麗霞作為首次 絕不允許不三不四的人嫁進麗霞來 你呀 認真心 是我青妹祖馬 除了他 我誰也不去 一個連名字都記不清楚的野丫頭而已 你離家三年 對你老婆不聞不問 你這次回來 必須給她一個交代 我已經決定了 你即刻出任麗氏集團的新CEO 和小陸釋婚一年 如果感情實在不合 到時候我會同意你們離婚的 我不是 你不同意釋婚可以 再想 我將把麗氏集團所有的財產 全都轉到小陸民家 可以 不要 我對 發動 我會兒 你 發動 这怎么了 哎老头 我这腿脚啊确实不利索 你 哎呀 一个月之内必须离婚啊 哎夏洛醒了 来喝喝水 谢谢爸 你这孩子呀 太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了 如果不是因为你这次 劳累过多晕倒在走廊上啊 我都不知道你的贫血这么严重了 爸 我最近做了四五台手术 每台手术都三个小时以上 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吃饭 才会晕倒的 这事业重要 但是身子骨更重要啊 把身子骨熬坏了 怎么伸宝宝 爸 你伸呢 他有事先走了 他正在筹备 准备弥补你一个蜜月 你呢 你别生他的气了 没事的爸 我理解 小鹿这么好 云生学不懂的真实 不行 我得让他们多接触一下 我也能早点报复 太好了 我也还没准备好 能够一个陌生人过夫妻生活 小鹿啊 三天之后呢 是老爸的寿宴 你一定要来啊 不必背离 我呀 给你一个惊喜 惊喜 到时候就知道了 哦 你歇着啊 嗯 老爷 三天后寿宴 您还有什么吩咐 寿宴上 您用历史少夫人的名誉 将这份白衣合同送出去 另外呢 再说这个 将历史集团 百分之五的股份 转到小鹿 将历史集团 百分之五的股份 转到小鹿 外面传言说 小鹿在老公家不受责 就是要打烂这些人的脸 李伯伯 您找我 这个呢 是能够让我早点抱孙子的好东西 给云神多下 这不好吧 怎么 你想让我把这个药房子送给你爹吗 哎哎不不我下我萌萌下我保证人生看见童谷猪 你去 沈龙鸣啊 怎么样 跟他们家人生绝配吧 绝配 绝配 哦对了 历史说 这张照片 您发我一下 可以 喂 别乱屁 小心毁了沈生的清白 嗯 我怎么听到有人喊我名字呀 沈医生 你来真及时 请坐 说吧 找我来有什么事 你该不会是幸福手术吧 咳咳咳咳 不是不是 那个 我想 借由您一个小时 啊 你知道的 我家里那个老婆 天天惦记着我家产 背地里 还想着他谋害亲夫 就过两天 历史有一个寿宴 我爸 一定要我跟他一起出席 你可一定得帮帮我 这么做师祖上 可不如缓啊 你和丽家 哦 我 我 我最近刚刚入职里是 我拒绝 我可不想被说成是擦入别人婚姻的第三者 我看谁敢 哦 哎呦 你就看在 正如真的份上 还不行吗 嗯 我保证 你只要负责出现就好了 我也一定会跟你保持距离 事情结束之后 我们俩请 后续 绝对不会对你造成任何不好的影响 好不好 爸要我参加寿宴 还说准备了惊喜 我就跟他去一趟 祭报了恩 也算完成了爸的任务 好啊 好 不过先说好 在宴会上 我可不会跳舞 撑 沈露敏 先前你装清高 怎么现在后悔了 你追我到这 知道你有病 来给你治治 哼 哎 也是 本少爷玉树临风 爱上我也很正常 先去酒店到 听话 在别人的书院上发房卡 你可真厉害呀 失落把他做 放心 就算我以后跟他结婚 我的幸运 也有 一个 不过 沈多明 你说看见一个男人就发骚了 那就奉劝你 不要把下里发情的野种 不怕 啊 这哪来的房卡 那就要问问你的问题 说 你敢污名 我 寿宴还没开始 消毒 且要表演吧 沈多明 你们 我厌恶你 这出国野男人 先夫带到这里来 爸爸知道了 班尼 我的家人只有爷爷一个 自从爷爷死了之后 你们就迫不及待把我拉出去联姻 我不欠你们的 至于你 像你这种三心二意的男人 看不上 不要跟吴冠键的人生气 进去吧 让开 让开 文艳哥哥 那个房卡 真是你给他的 当然不是 若白 你知道我来参加这个宴会 就是为了结交 历史新上任的CEO 解决顾家因为富少 退回药材而产生的违约费用 我怎么可能跟人去开房呢 有时候 不要 我偷了 我觉得我 我来 一下 我来 我自己虐一趟 我在 真是 跟吴冻 我 是 我 不 我 就 问一句啊你结婚了 啊是的宴会快开始了 我们先进去吧 好 各位晚上好 我宣布宴会正式开始 理论科技 恭贺老利总寿陈 证金条五十根 刘表新一 陈达国际 证老利总 故事要在顾文宴 协位婚妻沈如白 证丽氏集团 藏族天珠一枚 这个就是宣说中能够延年益胜的藏族天珠 此外 沈小姐单独赠送 价值千万的玉如意一饼 还能为文夫顾文宴 送了价值千万的藏族天珠 还单独送了价值千万的玉如意 可见沈小姐的心意啊 沈陆明 我可是准备了价值连城的礼物 你准备送什么东西 铁丽老爷子呀 我 我来的时候太匆忙 也是 你嫁给了一个什么人都不知道的穷鬼 他当然不会给你钱买礼物了 你能进宴会厅 也是你混进来的 来参加老爷子的宴会还不带礼 真丢人 不要是他 就马上滚蛋 不会继续留在这自取其辱 沈陆明 这可是丽家的宴会 不是你这种人该来的地方 你呀 只适合 恬不知耻的跟那些男人的生殖器官呆在一起 好好做手术 他拯救 有点心 哈哈哈 历史 管少夫人 邓老历 我还专一一栋 海景别墅一套 百年雪山一栋 百亿活动一份 什么 这就是传说中的少夫人 我听说啊 老历总有意让她加入董事会 感谢少夫人的鼓 此外 我代表老历总宣布 将历史集团 百分之五的股份 还给少夫人 少夫人尊财 是少夫人 你怎么像 是历史太子爷 是历史少夫人 我也不知道怎么自施 你都知道 真正的少夫人已经离开了 人家又有能力 又有孝心 而且为人低调 历老爷子 但是当亲闺女对待 怎么可能是沈陆明 少夫人你又 那个 少夫人移生的衣裳 还没到抱怡生这个时候 哈哈哈 听见了吗 某些人 碰巧跟少夫人站在一个方向 真的把自己当少夫人了 也不是他分家照着自己 也是 星期间一定是害怕跟我见面 然后逃逃 还有你这个小白脸 以为抱上沈陆明 就能蹭到老李总的寿宴 真是可笑 谁不知道这沈陆明啊 是个被丈夫抛弃了贱女人 我今天是为了结交历史新任CEO而来 竟然敢在老李总的寿宴 我 定 来人 把这两个闹事的 给我扒光了衣服给我丢 你咋 住手 住手 不少您来了你们在这干什么 哦 有人冒出那个富士少爷和夫人 真让我给他们丢出去 毁了老李总的寿宴 我不仅要把你们两个扒光了丢出去 我还要让整个海城 把你们封杀 那个不少 今天维持了寿宴的秩序 您看 跟那个少爷的不 哎 为什么 你干嘛打人啊你 你们两个永远无助的东西 他就是律师团的新总裁 你是律师新上任的CEO 啊 那你 你们敢被害了 不知道那个CEO在呢 顾雁 带着你的人 给我滚出去 选诺明 你这个不减减的女人 结了婚还寂寞难难 他跟我别人男人 你 好 来人 把这个婊子给我发光衣服 丢出去 放开我 杰医生 又见面了 怎么样 结婚 起个屁 你要再来吧 我跟沈医生 就要被赶出去裸奔了 不好意思啦 路上有点堵车 研究大人有大量 原谅我吧 怎么了 怎么了 哦没 没什么呀 对了 沈医生要不要来一杯 不用了 女孩子在外 还是不要喝酒了 对人家这么好啊 怎么对你老婆没什么好 那个你别听下说啊 他有老公别乱说 他老公不就是你吗 他对人是挺好的 对我也也很好 我相信他对所有人都很好吧 那跟沈医生老公比呢 怎么样 傅先生 把两个不同的人做比较 对他们来说都不尊重 太有啥啊 啊啊啊 你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 我怎么 不可能啊 我喝酒一直都千倍 不醉啊 哎 啊 他好像真的点醉了 呃 这房卡 沈医生 赶紧送他去楼上的房间 拿着 我还有点事啊 我先走了 谢谢谢谢 不是应该先送去医院吗 嗯 不能喝还喝这么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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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 小 啊 哇 我警告你 你是有老公的人 今夜看见云师喝过了酒 您就等着报分了 那还不给我去看看 行行行 我等会 我一边门口给你守着 真想淘气了吧 月车 月车 醒了 你找人过吗 你老婆 新鸡女 我回答你 为了 原来你老婆 好 我出现了 何一 不然就你带的 被继续禁止 你带的 我 tak了 你怎么能吓人 你怎么在那里 我会或者搞那边 你怎么能拿沈云生 跟那个新机女比呢 新机女是为了钱不责的手 拿筆的那是怎样的 照片怎么还没这又不是假的 干嘛要杀呀 你看清楚 照片是裁了我的头贴上去的 一眼假 哎这是你爸爸我的 怎么都是假的呢 你别说 这你们两个 看起来还挺配的 这不是夫妻天理男容 嗯这就要问我们家老头了 他到底想干什么 怎么了 我写的家 是不是忘带放公寓了 有一只机身的呀 喂 律师我把你老婆约去了云灯咖啡厅 今天你们必须好好献上医院 你去忙吧 我去帮你找起去 找到谁低谁同意 好 一定要找到 沈医生 你昨晚没事吧 没事 昨天晚上我朋友把我送去了医院 那个 昨晚 抱歉啊 一会儿你要去哪 云砖咖啡厅 这么巧啊 我一会儿要去上班 我们公司楼下就在那 要不我们一起吧 不用啊 小心 我吃了 我吃了 你 我吃了 你 你 我吃了 我吃了 你 我吃了 噭噭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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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噭噭那个 不好意思 合分DP 车他 呃我我知道 谢谢你 呃下次售手末给你半价 啊 这个就不用了 那個 那我車來了我們一起 到了 我老公已經到了我先走了 他就這麼著急去見他老公啊 少爺別嚇碎了 好 你先讓他們把邀請的文件送到辦公室 我先處理公司 好的 喂爸我已經到了你在哪呢 哦我臨時有點事兒 哎 你怎麼這麼著急 小路啊 你今天穿的什麼衣服啊 坐在哪一個位置上 我穿的白色裙子 坐在最中間 好好好 啊一會余生到了以後啊 你跟他一起回來 咱們呢一下子吃個雖然飯 好的爸 喂啊啊余生呢 你老婆呢 就在你們公司樓下的咖啡廳裡 一個穿白色裙子的 你可別認錯人了啊 好我知道 白色裙子 難道是 我老公快來了 哎輕一點 姐妹我老公快來了 哼 他來正好 正好讓我看看你是怎麼浪的 雖然我們沒有感情 但是你直接逼著我出軌 你要幹什麼 啊 對不起女士 我帶你去處理一下吧 雖然我們沒有感情 你直接逼著我出軌 你要幹什麼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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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四老套 啊 別管什麼你管家 我找得見 不知今天人女人當老婆 說明是一聲遇到不少 啊 謝謝 謝謝 喂老头 你真的 见到你老婆了吗 见到了 您给我找这个老婆 真是太让我惊喜了 是 我是说吗 像他这种好女孩啊 现在可不多见了 大厅管理想当众主 我们就是他腹肋中的一环 没见过这种表演啊 不会吧 他怎么会做这种事呢 一小孩刚才的画面 我恨不得自出双目 于是 你先别冲动的做决定 一会儿呢 你回来 别问 必须你 把他电话给我 我自己跟他说 喂 爸 我衣服弄脏了 我先回家换一下 你衣服弄脏了 人没事吧 没事啊 好 那就好 那就好 小陆啊 有很多人和事啊 又不是人的份子 只要你去市回头 有些事啊 还是你够晚会的 知道你 好的 爸 好 那你买完衣服快回家啊 我有事跟你说 好的 爸怎么了 您说话很奇怪 喂 哪位 当然是你结婚三年 入味逢命的老公 是你先出轨 我们的婚姻 也没有继续的必要 离婚吧 什么 喂 这什么意思啊 出轨 我 就算不满一般办婚姻 那也不能造谣我啊 行啊 离就离 什么名 来这是不是想把历史新上任CEO当垫脚石借机来勾引力家大哨啊 被我说中了心思就想逃走 我怎么样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 跟我们当然有关系 我们是来找力少谈合作的 你名声都臭肯定会累累 跟你这种人呼吸同一片空气啊 我都觉得恶心啊 恶心你就吐啊 我躲住你的嘴吗 滚吧你 该滚的是你 这里是力家 文艳哥哥呀 马上就会成为力少的合作伙伴了 只要我动动嘴皮子 你就得乖乖的滚出去 哦 那你试试看啊 住手 既然你不知死活 待会啊 可别请我们帮你 你是力家的管家吧 我是来找力少谈合作的 他在这故意闹事 赶紧把他给我赶出去 把他们俩给我赶走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被赶走应该是他呀 呸 他就叫你一家的少夫人 少夫人这两个人对你大不敬 你看怎么处理 把他们俩赶走就行 是少夫人 放开我你们肯定搞错了 你怎么可能是少夫人 就算他是少夫人 你评明太得意了 你少根本不爱你 李家只是把你帮毛毛使花 所以你才会出轨野男人 对 沈公平出轨了 我这里是 我要把沈公平出轨是高村里长 别白费心思 李家不会放你两次风走进去 你找什么招 你马上就要被李家少女出来了 不许走 公三大色街 李家好好教训你 放开我 少夫人 少夫人 哎呀 我告诉你 若白是为了帮助李家 请你增动一些 你少会感激我们 我劝你最后 说坏些事 你睡觉 你没想不然 你这么酷的沈公平 你回来跟沈公平有你谁吧 沈公平还真是 住得难以的本事不小啊 连你这个老婆死了都不放过 你胡说 把他们抓出去 你睡 啊 哎我没有进李少 啊 啊 你睡 李叔眼镜了没 看得清 哈哈 看得清 那个女人来了没有 丧人 不是被这欺负 我的时间很宝贵 我没工夫打她 故事长 以为不接电话躲起来 我就拿你没办法了 走着瞧 陈医生 哎少爷你少爷 你家也在附近啊 也 他也住在附近 嗯不是我老公家在附近 云海别书去寸土寸金 他老公还挺有钱的 我也有钱啊 为什么我不能是他老公 陈医生 相逢这个缘分 我今天吃饭了 啊不用了 我约了我老公 哇 啊 那他 没来接你 他忙着造谣我出购 哪想让他接 这女人本来就容易陷入一样的东西 他竟然还造谣你 这不算 压弃 拉起 沈医生 他这么不愤怨你 你真的想要离婚 以你这条件 随随随便便 这条件 随随便便 这条件更好 以你这条件 这条件更好 这条婚姻本来就是愿意交换 想听话吗 我给我老公能听话 谢谢 他会跟他老公说什么 手机关机了 可能是没电了 怪我今天没有充电 耽误你事啊 没关系 本来就是他的错 背地造谣还迟到 真不是个男人 还迟到 真不是个男人 还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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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病了 没有 怎么说我老婆在背后骂我的吧 那个 既然才爽约了 那你还要等吗 不等了 言而无声的狗男人 反正你都被放鸽子了 要不我请你吃个饭 你有喜欢餐厅吗 我 少爷 少夫人 选择当心的浪漫馆餐 你都准备好了 你们 啊 不是 你人做人了 哦 啊 起风了我们先进去吧 嗯 没认错人了 我是近视眼 又不是眼睛瞎了 怎么了 啊没事 你老公在外面这么放咬你 你一定很难过吧 我跟他是商业联谊 他怎么想我都无所谓 只是 我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小哥哥 我现在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 这么巧啊 我有一个从小喜欢到大的人 而且我们之间有一个定性性命 是不过前不久 我不小心弄丢了 或许 上天也在告诉我 应该放下过去 重新开始 同是天涯沦落人 但我比你幸运一些 至少他送我的喜鹊还在 我还可以堵无私人 喜鹊 什么喜鹊 我能看看吗 可以啊 你不是说没电了吗 你不是说没电了吗 啊 这里给充电 啊 没有电了吗 我买到一套了 这些赛東 你不可以吗 你为什么要给我的天啊 但是hurus 你不让我买到 你怎么带到区山里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李瘦 李瘦啊 少夫人 餐廳的布置都撤了吧 餐桌上鮮花 是老爷一早 命人从保加利亚辜运过来的 您不喜欢呀 大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是 花也就算了 可是您怎么能让人 把那种盘子拿上来呢 赶紧让人换了不合适 你跟你老公就有什么不合适的吗 老叔老公 那个 李瘦 我们今天没戴眼镜 认错人了 认错了 小娘娘弄到忙的呢 还是说 这是你正在小青春 李瘦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还真是帮我 真是 一走好几年 回来也不是她红武少夫人 都是追击火葬场吧 少夫人 我知道了 喂 老头 臭屑 你还找你挂我电话 啊 我问你 你是不是又欺负小鹿了 那个女人给你告状了吧 故意不见我去找你告状 挺不会先发指引啊她 你少胡说 你得放下诚件 呸 她不配 你 太好了吧 我不想给你吵 这件事情 我自己可以解决 你不用管了 你想怎么处理 当然是离婚啊 爸 您找的儿媳啊 根本就不是个好儿媳 我给你找一个真正的好儿媳 她的名字 我给你找一个真正的好儿媳 她的名字叫 她的名字叫 说话呀 叫什么 没什么 小队 你撒谎原本 啊 你爹我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呀 这个世界上 比小鹿好的女人 绝对没有 哦 对了 季廷丽那小子回国了 我看在他父亲是公司股东的份上 把办寿宴的酒店呢 就交给他过去了 这小子从小就喜欢跟你对折 这次啊 他就是冒足劲了 要给你一张口下 好了我知道 你跟小鹿要好好的啊 来我知道了 挂了 喝点水吧 父母年纪大了 跟我们本来就有代高 耐心一点 慢慢就解开了 我爸他 就是太固执了 他一定要我跟那个满腹筋筋的女人生活 我们不聊这个 先吃饭吧 对不起啊 文言哥哥 我不知道沈路铭 嫁的人竟然是厉手 现在我们得罪了他 又进不去厉家的门 怎么办呀这 沈路铭越引放死手 就越争人越心虚 我们去他医院 时间闹罢了 可是万一 这沈路铭又招人对付我们怎么办呀 要是你爸知道 沈路铭你家给他吃厉手 有爸爸在跟沈路铭一白的 搞定了 十五条 雨天 超级神死你 请 帮秘养 对关注 留了 行 家 还 就放下去吧 是这放下 我去我没听错吧 真放下 不会是因为沈医生吧 我是喜欢上他了 哎 你说这沈医生要是你老婆 是不是就不用离我了 你还想这事呢 我明确告诉你了 那个新鸡女我见过了 还 不知廉耻的当众出轨 而且我已经明确表明了态人 离婚 真的假的呀 有你这么帅的老公还出轨 你不会认错人了吧 我倒希望是我认错了 不行 这婚到底离不离我 我不能干净你 其实你自己再说 说陶陶陶陶到 嗯 喂 厉少 关于离婚的事情 我显得面对 市医院对面的茶楼 今天下午见 可以吗 就 那就市医院对面的茶楼 今天下午见 可以吗 市医院 有理由去找市医生了 好 那这次 凡行你遵守约定 要我遵守约定 上次明明就是你而无信 崔们说什么了 笑这么开心 怪吓人呢 约了今天下午 面料离婚 不知道的 以为你还是去下午表白约会呢 很明显吗 我以为我对沈医生的心思 放挺好的 不是啊 我可没说是沈医生啊 哈哈哈哈 我乐意 哈哈哈哈 哎 是谁之前跟我说 做别胡说 哎你看现在又 喂 地少您订购的礼物已经包装好了 好 我一会过来拿 小心下吧 喝酒吧 哎 哎 李远生 你说什么呢 利子哥哥 今天下午 我要带着他一起去离婚 就当做你在我身边 一起见证 哎沈医生你怎么没班啊 要修了 沈诺明 你 你太过分了啊 要不是若白跟文艳 我还不知道你居然对着你家 你在外面跟你野男人私混你 就要你家知道了 我们身家就完了呀 爸爸 姐姐知道我把偷人的事情告诉了你 他居然立下报复我们 还充实了跟文艳工作的合作 我打到我的腿 沈伯父 我毕竟是个外人 这沈洛敏怎么对我 我所谓 可是若白可是他亲妹妹 他这么做 还是早就不把沈家放在眼里了 把我叫住 就是为了看你们演戏啊 我没兴趣 你什么态度啊 没有沈家 你能嫁到李家山吗 哦 你现在去网应了是吧 敢这么对我说话 哎 你现在就跟你少打电话 让他跟文艳合作 赶紧的 犯 道 哎不许走 哎你们快来看呀 爸爸急着头发都没有了 我亲自跑来求你 你居然如此狠心拒绝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啊 简直就是个白眼了啊 简直就是个白眼了啊 就是呀 你作为姐姐 你帮助一下妹妹的妹 就这么难吗 从你明码标价 把我拿去联姻 我跟你们之间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们再是纠缠了 我马上报警 你敢报警 我就把你偷取的事情 告诉所有人 那你说呀 我没做过的事情 他把你说 你 我给你一脸的是吧 啊 你还敢报警 我打死你我 哎 哎 没事吧 没事 你谁呀 你别多管学校啊 什么不 他就是沈露民在外面养的野男人 还说自己没有偷情 这肩腹啊 他的面前来了 你看 他比你老公还要护着你 不是肩腹是什么 我看你这么狡辩 你污蔑我可以 不要把无辜的人牵扯进来 这么光明正大的 回顾自己的肩腹 果然是个大货 安居然会 把他们送到警局 让警察对他们怎么做人 你敢 我有什么不服 对不起 签你干吗 跟你没关系是一场 谁敢给你泼脏水 我就让他们付出代价 哈哈 付出代价 我倒要看看你一个肩腹 怎么让我们付出代价 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 你知道他老公是谁吗 他老公富可敌国 产业遍地 是咱们城的第一大佬 随便都能收拾 能捏死你们俩 我们要是把你 和沈露铭的奸情告诉他 老公 肯定让你们俩完蛋 富可敌国 产业遍地 听起来这么高这么强 我倒是要比谁更强 他老公会让你们死得很难看的 听说你也是个CEO 可惜啊 沈露铭这个贱人 你的位置坐不住了 哦 那我就更好奇 他老公到底是 他的老公是李家大少 李云山 啊 他的老公 你们说什么呢 我跟你们没什么好说的 再敢凑到沈医生面前 别怪我 我都可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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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让你见笑了 世上有很多事情可以选 唯独原生家庭不能选 谢谢你帮我 还安慰我 老听你说谢谢 我都听腻了 就没点 实际的 那不是爸送我的商场吗 正好 可以给他送个礼物 走 给你挑个礼物 好 你 咋没事吧 快要找你呢 你自己的妈 你爸怎么来了 你腿上的掛怎麼來的 我 我小時候認了就 我接個電話 小夫人歡迎您來商場指導工作 不不不 我今天是來給朋友裝禮物的 哪些是新款 小夫人歡迎您來商場指導工作 小夫人歡迎您來商場指導工作 我今天有事 我安排這個視頻對接 好 好 處理完了 你快幫我看看 我都選擇困難了 選啊 我正好缺一個 手錶 啊這是項鍊 就他 把最新款的手錶給我包洗 我開玩笑 我怎麼可能讓你給我買東西 那個我自己不相信 明白 把最新款的情人手錶拿過來 我們不是 你誤會了 我們不是情侶 不是少爺你 哎哎啊行了行了行了 你趕緊幫我把那個表拿回來 是 啊你先說 我 嗯 我共不說路 我 不能收你的東西 朋友之間 付送理由很正常啊 還是說你沈陸明 沒跑 當然不是啊 那好吧 我收一下 對 但是 手錶的錢 那什麼 你覺得 你覺得我這個人怎麼樣 就是說假如 我是說假如啊 我們兩個 都會和我自由之間 你願意跟我再一起 如果不自由之聲的話 我應該會去照我心裡做一些 就這樣 喂爸 怎麼 小路 聽說你和雲聲逛商場去了 我接個電話 少爺是分開來放還是打包一起 麻煩你幫我打包吧 好 那个 以后那个女士再来买东西 借我当时 少女就直接见了 少女 爸 你今天误会了 我跟朋友来逛的生日 不是云生 好吧 我还以为你们解除误会了 也不知道云生要那么离婚的事 他先什么时候放心 小路啊 爸 您说 云生他最近有些误会 你多主重点 不然呢 我什么时候才能抱上孙子 以上 这是宝洁在大草室发现的东西 呦 这不是丽云生从不离山的宝贝吗 他和谁一起见 是一个女人 监控没有排在这里 是谁啊 沈撑龚 从小到大一直喜欢的就是栗子哥哥 你才认识他几天啊 怎么就 就喜欢上他 我 我不会的 小陆 爸唯一的心愿 就是希望你和云生好好的 好的爸 你放心吧 我会跟云生好好谈谈的 这么晚了 万一他休息了呢 我还是给他发个消息 今天就先处理这些 剩下的名义来说 这么晚了还在加班 随便坐 最近有些事 随机会把公司安排好 所以只能加班 你这么拼 你老婆 怎么不来陪陪你啊 我要离婚了 我不想 也不会见那个星期 老师听说你 总裁你约的您说律师到了 我先看下试 莉莎 我是你的老婆 沈陆明 关于你造谣我出轨 要和我离婚的事情 不如先加一下我的聊天账号 我们网上谈谈 这里有个身 身是和女人开房 弄堵了自己的天生喜趣 又是为了离婚 倒要自己戴绿帽 这要是让她老婆知道 出轨的其实是她 你很精彩吧 我 你什么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一直找的人就是他要離婚的老婆 李雲生啊李雲生 你的弱點 被我找到了 幹嗎呢 你剛手機響了 想看一下去找你 結果想了你就掛了 應該就手機要電話吧 我回來 喂 李雄我是胡家的顧文彥 你老婆婚內出門 我有證據可以證 不需要 assumption 有沒有 你真是 那就好 真的 你嗯 我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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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行 那我们改天有空再去 烈云失与死 他们便这么客气 丽绍 我们马上离婚了 您用这种称呼不太合适 丽云生 最近对省公民说了什么 让他敌意那么大 之前对你有些误会 说一些不太好的话还跟你提出离婚 一会儿造谣 一会儿道歉的 他到底什么意思 难道 不想跟我离婚了 丽绍 你还是不要再开玩笑 离婚是你提的 我可不敢接受你的道歉 我是真心给你道歉的 小路 你们结婚三年了 不见我了 你们这生气对心理不好 我们建议任何事情我们当面太 不是 明明就是丽云生一而在 再而下的失信 怎么到最后便是 我要给他机会了 行 丽绍 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明天找几个人过来 我要以你重心 最后一次我希望你说到最后 沈路铭 真是冤家路铭 我最近是不是水灭 死灭到哪都能遇见你 嘿 你就说来看笑话的吧 沈家快被你那个病头给搞垮了 你心得爽死了吧 什么 沈家好几个合作都好 你敢说 不是你在历史总裁面前吹枕边风 是要查对付爸爸 让文言高高给我退换 你还不值得我动手 你所有的烂猪心都是你 你能说 就不是你 自敢下贱 跟我三大四 你怎么会被对付 你这个害人机 放开我 放开 你去死吧 这 你 我 放开我 敢对他下手 下半辈 就在牢里振着 我不要 你没事吧 要不我送你区医院 我没事 不用送我医院 不過你真的要送他去坐牢嗎 我就算坐牢 也不需要你講好心情 就算他是你妹妹 但是他剛才才害死 就算你先出行 我也不會輕易放你 你幫我能做什麼呢 他想我死 我怎麼可能放過 既然沈家交付好你 那你監獄或殺半斗 姐我錯了 我不想做了 我不想坐牢 晚了 若迷 我好過 我也不會讓你好過 你怎麼不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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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醫生 你這個喜鹊 你見過他 不行 我不能承認 我已經違背了小時候的承諾 我得先離了婚 才有資格告訴他 我就是他的栗子哥哥 我 沒見過 我先帶你去買買件衣服 哦 不行 我跟我老公說好了 今天跟他離婚的 真的 哦 我就是看你能脫離泥潭 替你高興 謝謝 也祝你順利 那 這衣服你先批著吧 不用急著罰我 哦 太好了 比得好啊 比得好 沈醫生 離婚是你的家屎 我也方便參與 我先走了 一會兒回來見你 他怎麼突然這麼高興呢 走 放開我 你到底是誰 往哪跑 小妞 往哪跑呢 你們到底是誰 小妞 穿著不好看 看到我心想呀 哈哈哈哈 我告訴你 我可是立家的少夫人 我保證 活不過幾歲啊 那喝幾個不是給結一把 立家屬主的呀 哈哈哈哈 來呀 別碰我 我 我先生 呀 立家大照麗雲生 立家的手段 你想試試 別碰我保護你 你沒事吧 我沒事沒事 那 能把我的喜劇還我嗎 因為他對我的意義非凡 是我找到現在之人的品質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都是你真好 這說明我們是天使一對啊 小路 給你看我啊 金子哥哥 我一輩子不曾禮看你 工手 一號 至 十 我發的口頭是氣停滴 他們不是要離婚嗎 這時候好嗎 那你也好嗎 麗絲哥哥我敬你一杯 好不容易找到的麗絲哥哥 為什麼我沒有想像中的歡喜 反而有些排斥 哎我喝多少了 說說 沈醫生怎麼了你了 你怎麼知道沈醫生的 哎 咱倆認識多少年 我還不知道你是個什麼樣子 我告訴你啊 你這輩子啊 總共這位臉都是上心的 這第一個 就是你的失蹤多年的 小青梅竹馬 第二個 就是咱們這位沈醫生 沒有第二個啊 就在你 從事之中 就太多 我知道 你說什麼呢 我怎麼沒聽懂啊 我為什麼呀 哎 雷師 多多辛苦啊 麗絲哥哥 我明天還有病人 我先回去 你不是不能喝酒 怎么又喝这么多 原来喝酒就能看到 早知道我就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 能摸到 这不是很全 不好意思 我喝多了 那个 你怎么在这 行了 哎沈医生 看见你这人太好了 我跟你说 他今天喝多了 我怎么确都不听 你看你确认他吧 你看 酒都上升 你忘了你上次喝酒 不明白的事情 我不 一口废 哟 我全一百句都不听啊 然沈医生 却一句就听啊 哎哎哎哎 沈医生你看他 那不知好人心 欺负老是人 好了 我来打车送你们回去 不用 我没喝酒 我开车送你们走 走吧 挺深 别贵是你的 别贵是他 别失贵他 别毁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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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一百都不听啊 人沈医生 却就是聚与一句就听她 上注射 怎么了 您外婆新的迷法正在解救 我们快帮忙 没事 小龙 外婆 您终于醒 还有没有脑不舒服 我没事 你辛苦了 外婆 从小爸爸就把我送到乡下 是您养大了我 现在您老了 我想把您借来城里住 我已经失去了爷爷 我不想再没有您了 外婆知道 您是个孝顺的孩子 可是外婆 我不跟你去 你要是没结婚 外婆愿意 给你到城里来 可现在 你结婚了 有老公了 外婆 不能拖累你啊 外婆 您不是拖累 行 要是跟了你 肯定会影响你 跟云神相处的 你们两个 本来就没有多深感情 我不能 让你们连动出的时间都没有 不是的外婆 其实云神 他就是栗子哥哥 他就是小栗子 哎呦 哎呦 那这真是太好了 你从小就喜欢 现在不嫁给了他 你们两个 真是太有缘了 怎么 你不高兴 难道 你现在不喜欢小栗子了 小栗子了 当然不是 我当然喜欢栗子哥哥 可是现在的他 却让我感到很陌生 沈医生 不好意思 我分在忙 哎 你就是小栗子吧 你看他 跟小栗子长得一模一样 小栗子 小鹿啊 快去把这个人给我喊回来 外婆她不是 外婆您现在需要休息 咱们先养好身体 小鹿啊 记得过两天 一定要带小丽兹来看看我 怎么了 我这就长辈的 想看看孙女去 不行 不是 你看你这吞吞吐吐的 难道刚才说的都是骗我的 没有当然没有 外婆我答应你 到时候我一定带她来见你 不办 外婆一些人 别找栗子哥哥亲自的那几事 是 上次酒吧出售 栗子哥哥就带你了 我去找栗子哥哥亲自的那几事 走 你一直生气 要不我跟她不说 没空说不开深 能干什么呢 你吓我一跳 我不是胆子小 是在上班 沒上班 既然你休假 那你幫我一個小忙呗 我外婆她膝蓋不 上次就把你認識了 我的老公 你能不能幫我個忙 陪我去看望一下她 那你老公呢 我必給你 還是說你們離婚 你也有夠 那我自己 我可不想被別人說 去介入你們加薪第三集 這集怎麼這麼耳熟 哎對不起啊 我只是不想麻煩我老公 我也沒有麻煩你的意思 可是 你是我外婆都很喜歡你 你外婆喜歡我 那在你外婆眼裡 是不是我買 我可以這麼多錢 啊 我不會白白占你便宜的 只要我外婆放了 你要我做什麼我都答應你 好了 我答應你 我沒給你 你又要去哪啊 你又要去哪啊 這外婆我不能控制 你跟我一起吧 可以幫我看看 外婆喜歡什麼 跟老公還要說謝謝 他跟你說 外婆 外婆 我這孫女婿怎么还不到啊 外婆 她堵车了 再等会儿就来了 这半个小时 你都问了好几遍了 再过半个小时 我觉得 已经过去好久了 这么多年了 你不知道这小栗子 有多大的变化 你说 我要是认不出来她 那有多不好 放心 我会给你们介绍的 啊你来 怎么是你这里不欢迎你 哎小栗妈 小树你救救沈家 你这是干什么呀 妈 沈家要没了呀 都是她没了 混在出轨 火同肩伏 一起对付沈家 妈 若婉现在都被她害得要坐牢了都 小树 小树 这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妈 这个只要明朗救我和若白 我求求你了 外婆他胡说八道的你别信他 你要是个外婆就病夫 他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我也让你 这鸡 我真的是在我家家里 我做事 虽然 我不知道这事情的经过 但是 相信小路 一会儿我的孙女又要来了 你别在这里胡说了啊 至于那个诺白 他自己触犯了法律 就让他自作自受 说到底 是你这个做父亲的 没做好榜样 你不要怪 就怪你自己 外婆 你生气 生气 妈 若白也是您的亲孙的 您不能不管啊 哎 哎 姐夫 妈 他就是选路名的姐夫 都是他孩子省家 我就知道小路不会 外婆 把他赶出去 别让他大小外婆休息 哎呀你们 是女性 快坐过来 要外婆好好瞧瞧 对不起啊 最近公司确实太忙了 没能第一时间来看你 没事没事 只要你和小路都好好的 外婆就算死了 闭上眼睛了 哎 外婆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我还等您康复了 给我煮西红柿巨蛋面吃呢 哎 我放心 栗子哥哥的喜好 他怎么会知道 外婆 外婆 您应该休息了 嗯 对 要休息 你好好休息 等出院了 好给你们煮面条吃 好 休息 休息 啊 是巧合吗 哎 想什么呢 这么不敏 哦 我在想 外婆很喜欢你 谢谢 是我应该谢谢你 小时候啊 我妈去世 我不喜欢跟人交流 我爸担心我 精神上出问题 就给我送了香 夏静养 在那里 我度过了一段 很快乐的时光 跟外婆聊天 仿佛回到了过去 你这个经历 跟我小时候 青梅竹马的 小哥哥很像 就是吗 你说那万一 哎 什么时候有空 带我去看看 你想说那个地方吧 择日不如状日 走不走 这么快 嗯 那走吧 走 沈女士您好 我是李日子的李文律师 吴星上 请问您现在也请 您接一面 随便 脸色就没在看 李特 不好意思啊 我临时有点事情 要不我们改天再去吧 好 如果有什么困难 随时跟我说 行吗 我和李子哥哥刚相认 怎么忽然又去离婚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沈小姐 我知道 历少年少多今 是很多女人的梦中情人 您不愿意离婚呢 我也能够理解 不过 这嫌疑就在眼前 您也没必要装傻 我不是贪图他的身份 我 算了 你让他亲自来跟我说 行 那我跟李少打个电话 李少 情况跟您说的不太一样了 他反悔了 我说他态度很奇怪 到底什么想法 我发动 不是让你来给我打压迷的 李少 还要求您亲自来跟他说 您看这 好 我知道了 我亲自去玉城 我都要看 他叫我什么放弃 到底是哪里出错 你为什么对我那么高 我要转换一下东西 怎么 你看 娘 不 我 泄酒 我 那是 必须 啊 我 我先过来一趟 哦沈小姐 这个协议呢 王宁理好 您等我和栗少谈谱之后 签字就可以了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嗯 张律师 张律师律师有事拟开了 在这间的律师加二六包间 你来了 小鹿 律师是我之前找的 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你 后来我也忘记跟他说了 对不起啊 你别生我的气 啊 没关系 李子哥哥 我永远都不会生你的气 虽然你不生我的气 但总归是我们队吗 走 我请你吃饭 别闭嘴 人呢 哎你好 里面人呢 刚才来这个男的 把里面女士带走 喂 爸 议审 最近和小鹿相处的怎么样 没妥 你这个认私里的性格呀 也是随了我了 我旅游结束了 正在回来的路上 只要你老婆是自愿离婚 那我再也不说什么了 他想做 送给你 喜欢 喜欢 嗯 来 小龙 我身体不太舒服 对不起啊 没关系 毕竟 我们十多年没见了 你对我疏远 冷淡 都没关系 我可以一直等你 我只希望 你能够早点看清我的心 从始至终 正如是酒水一样 成车如鱼 丽丝哥哥 你别这样 丽丝哥哥 就算我们这么多年没见 我对你的心意 一直都没有过 可真是感人的告白啊 可惜了 我连碰你一下 都觉得恶心 人都倒了 还不动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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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忘了 我是个医生 你是那边是厕所呀 啊 可能我看错了吧 我曾以为是外人设的局 没想到 我同意临婚 你却还要这样作践我 跟你下药 本来是想让你好受的 跟你下药 如果你非要自作聪明 那可就功夫 利子哥哥不是你这样卑鄙的小人 哈哈哈 喜鹊在我身上 我就是你的利子哥哥呀 给我摁住他 放开我 你跑不了 动作麻利点 记住别挡住他的灵 放开他 伤他 哎 那可真快啊立与生 差一点你就能够看到 能够看到他在别人身底下 发浪的样子了 哎哎 律师你快醒醒啊 你咱们就出人了律师 律师 哎律师律师律师 律师律师醒了 你别打了 别打了 不准你去医院 不用了 先送他们去医院吧 不行 我先回去吧 小龍 魚上 你這什麼都是血啊 小路怎麼了 爸 我要跟你是離婚 小路 這究竟發生什麼事情了 是誰欺負了你 你怎麼突然要離婚呢 你不說 百股逼你 這只能說是咱雲生沒這個福氣 咱麗家沒這個福氣 爸 謝謝你這麼多年對我的照顧 但是我不說了 不說了 你接受不了余溫生 不是你的錯 沒事問他打個電話 我沒事 你先打個電話問問他 他怎麼樣 大哥 你這都傷到筋骨了 還沒事啊 你是超人吧 無不無聊 不了 這看到某人促彈的仙串呀 可有趣 不是我說呀 略生 你這堂堂首富大少 什麼大什麼沒見過 啊 是為了一個沈陸明 就把你信 我選擇 他只得 是是是 他值得 他值得 你為他受傷 他值得 你把自己搞的對付樣子 还是打枪 你可别了 那服务员 已经被逮进局子里 至于那个季廷烈 虽然我一直觉得这孙子不是什么好的 但是也被你打了个半生不遂 这后半辈子 能不能正常生活都是个问题 医疗废物 好 双倍 医疗废物 好 但人家毕竟是夫妻呀 你能怎么办 喂 张女士 我的离婚案先跟着到一边 我这里有另外一种离婚案子需要你配合 厉手谁要离婚的 是我的 我的一个朋友 钱不是问题 但是 必须尽快离婚 离婚 请问您朋友的配偶 是过错方吗 没错 可就算是这样 也最少要一个星期的时间 您方便给我一个联系方式吗 我亲自跟您朋友对接 我 我没有他联系方式 不过他就在市医院上班 是那里最年轻的外科主任 啊 那他叫什么名字呢 他叫 沈陆明 您是不是说错了 沈陆明不是你老婆吗 哈哈 律师 你找人律师还挺牛啊 既然知道沈医生以后是你老婆 我看他不是律师 是法师吧 律师 我不是法师 沈陆明 好了 你负责办事就行 钱小不了你 喂老婆 律师呢 回来一趟 你老婆要跟你离婚 真的 好 我马上回来 哎 律师 大晚上你干什么去啊 回家离婚 有个手 手没事 那个女人呢 她在我上 哎 真的 好好说啊 毕竟夫妻一场 你 你敢骗我 没在离婚协议收到签子之前 我不会再来欠你 什么意思 我骗他明明就是他 她的手 记得来医院按时换药 不用关门 顾文彦 你又来做什么 小龙 我喜欢你 你给我待一起吧 你要发风虚精神疼 我这不收你 我没放 小龙 我知道你也喜欢我 要不然为什么每次我去找若白 你都过于我 只要你让历史总裁 高抬贵手放过我家 我愿意跟你在一起 麻烦情可况 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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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总裁 我求求你放过胡家 小龙你帮我求求体验小龙 顾文彦 从来都没洗补过你 看见你救了我心 你跟沈若白真是听声音对人 去牢里跟 总裁 总裁 小龙 怎么样 没事吧 我没那么脆弱 你不用担心我 是我过度紧张了 嗯 我来的时候 我来的时候看到你今天好像没什么病人 只想跟你说一起去乡下 你看 就这样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当然有 你今天亲自开始吧 把你的安慰交给别人 我可不放心 沈若敏 太担心了 已经破产了 我要让你们这都肩负费费费彻贴賤 啊 小心 死吧 月山 月山 性還挺大 看來恢復的不錯 省省了 不叫小路了 那什麼 我做好心理準備 沈醫生啊 怎麼了 宋戰醫師我進 醫生說你還不能下課 月山 小路 小路 放心吧 車子裝滿的時候 你又胸腿擋住了它 車內有安全其囊 他只是有點缺點是嗎 那你刚才 那不是为了 哎呀 我就是想看你装这个样子 行了 哎 李云生啊李云生 这生死关头的时候 您性命保护人家 我看你啊 这辈子 都逃不出沈医生的 受伤心 是他我情愿沦陷 你决定好了 嗯 我要追他 不过 还是得先解决那个新机女 握手机呢 在这 对 对了 叫你们的是顾文艳 他已经被警察带来了 我保证 他这辈子 都逃不来 行 行了 你跟我之间 还说这个 你好好守着吧 我走了 我 你 我 我 他 我 咱们 你 我 我会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难道我 暗示她了 你头疼吗 我疼 许女士 明天上午9点 丽莎会准时在明镇区等你 如您不愿意 我愿意离婚 明天早上明镇 谁不来谁是狗 那个你明天早上有没有时间啊 那个你明天早上有没有时间啊 我 对不起啊 明天上午我约了人 之前我都爽月了 这一次我不能再退下去了 嗯 我理解 嗯啊 今天的天气真好 这个你太不得了 我又拿着comes 你去哪 那我已经知道 那都在找一家 对 让我还要去 大选择 我也不去 那你有一条 你自己就可以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 你猜我在民政军门口 看见了谁 不就是丽少的老婆吗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不是 你 你说站在门口呢 是他老婆 对啊 律师 快快 你跟我去看一眼 我去 我老婆 是他 李源氏啊李源氏 没想到你要有心理体 大律师我问你 我老婆 沈陆明啊 那你看 结婚证都在这呢 您当时没去拍照 还是老李源 亲自和您沈女士一起批的照片呢 这当初谁说这照片是假的呀 这下这乐子可闹大了 是吧张律师 你要说恶闹 我倒想起一事了 李源氏 您记不记得有天晚上 您让我跟沈女士打电话 说离婚这事 真没想 这都是误会 张律师 要婚 不 啊 什么那 沈女士那边我怎么 一会你就会去跟他说 你说 我以前做的真不是干事 要是现在咱们去跟他写事情 他是有情 你必须 哦 那个一会你就说 原因这种居民不是个好地方 我们换个地方见面 行啊 张律师 你就听他的吧 好 行 张律师 他人呢 易少说这不是个合议 说换个地方给你 啊 嗯 嗯 嗯 李云生 怎么会是你 是我 李云生是我 李飞也是 从事之中 都是我 所以你真的是我的栗子哥哥 小五 对不起啊 幸运我不小心弄丢了 但是我不想再送你 原谅我的笨 原谅我的识歌 给我一个 给你冰净什么机会 好 李氏哥哥 你知不知道 我等这句话等了好久 对不起 是我来吧 季庭力 金茶正 你对他人使用管制性药物 跟我们走一趟 谢谢你们对我的照顾 这是给你们的示范 谢谢 今天以后呢 会有新的成员来进去 而我吗 要向产战了 哇 好幸福啊 蔡先生 你们一定要一直幸福下去 一定要幸福下去哦 做吗 非常好 再次 炳 过了 炳 炳 好 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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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